尷尬又不思禮貌的微笑 笑得多邪惡啊 邪惡的笑容啊 尷尬又不思禮貌的微笑 今天米勒爸爸要跟小朋友一起來玩 猜餅乾在哪隻手的遊戲 喜歡我們的請按下訂閱按鈕 知道什麼是尷尬又不思禮貌的微笑嗎 看著珊珊的表情你就知道了 尷尬又不思禮貌的微笑 珊珊玩一次她就會露出一次這樣的表情 她還蠻聰明的欸會轉 會轉欸 雖然經過了很多次的失敗 沒想到珊珊學習的速度很快 才玩了幾次就發現只要認真看 就可以找到餅乾在哪隻手了 看到了就是有認真看 嘿嘿 而且還會看著那隻手 先偷笑一下再揭曉答案 精華 好棒妳好棒 大呼大呼 蹦蹦蹦蹦 大呼大呼 彤彤彤 也可以玩餅乾遊戲 他們會怎麼玩呢 揭曉他拿去看面子 揭曉圍 揭曉 快到他以為兩邊都沒有 前一秒還在 下一秒還在 大姐姐你覺得這時候該怎麼出 決方法 來 準備囉 最後最後一打囉 猜完最後一打囉 好不好 看他笑得開心 終於撐 你在笑什麼 這世界充滿著歡樂 為什麼 因為 大家都有糖吃 整個世界就合命 你看 你看 不要 笑得多邪惡 你看 這個 這個 多邪惡的笑容 你看 你看 好像 他們中了樂透 說不敢說一樣 你看 我中樂透 但是我不敢跟他說 等一下他又生氣 是不是 兩個都中樂透 小魚家族 哎 謝謝 小魚家族 謝謝 小魚家族 按讚訂閱